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格兰的经验主义当成是对笛卡尔式的这种通过形而上的逻辑推理来掌握真理 这样一种说法的否定 而是强调对于真理的经验的验证 那么这样的这种苏格兰式的非理性主义 其实它是比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更排斥价值的 如果用韦伯的说法 苏格兰人包括我刚才讲的休莫和亚当斯密 那当然那就是更极端的工具理性主义者了 因为他们所谓的排斥理性 强调经验 实际上也是排斥了一些鲜艳的一些判断 其中当然也包括了道德判断 因此今天人们讲的反对理性扩张 或者说是非理性主义 已经和当年的非理性主义有了截然不同的内涵 当年人们讲的非理性主义 其实主要指的是情感主义 或者说是更多的强调道德与良知的这种东西 但是今天人们讲的理性主义 似乎理性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道德的审判力量 而使得它的对立面变成了所谓的经验主义者 崇拜自然自序的这样一种经验主义者 那么由这种对这种经验主义的抨击 产生了新一代的理性主义者 这新一代的理性主义者的代表 就是今天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左翼的罗尔斯 大家知道罗尔斯和哈耶克 都是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 但是这两个人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有极大的不同 这个哈耶克更多的认为 这个真理来自于所谓的人们长期以来 就是世世代代存留下来的那种所谓的传统 就是一种传统的自然扩张 这种扩张带来的经验 这种东西比任何人为的建构都要更接近于真理 但是罗尔斯讲的真理是完全根据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建构出来的 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的无知之目了 那么他的这个正义观 他的这个大家知道罗尔斯写的一本代表作就叫做正义论 他的这个正义论基本上就是理性建构的产物 那么因此到了罗尔斯这里 这个理性本身已经变成了 从情感或者从正义或者从价值理性出发 对于经验的怀疑 那么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非理性 它实际上就是对前面一个理性的过分扩张的一种 一种纠正或者说一种背离 可以说 可以说早年的卢梭为代表的那种非理性 也就是福尔泰所批评的那种非理性 如果我们更多的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 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东西的话 那个福尔泰自认为他是最冷静的 最理智的 而在他看来 当时的卢梭这些人是带有更多的那种浪漫情怀 其实卢梭的作品的确也是 也是使人有这种印象 包括那个忏悔录 什么新埃洛伊斯 等等这些东西都有这种背景 那么那个时候的卢梭为代表的是 所谓的浪漫的非理性了 但是到了苏格兰 那个苏格兰启蒙传统 或者说苏格兰精神以后 他已经这种所谓的非理性 已经变得比理性主义 更不浪漫了 是吧 就是我们通常知道所谓的 像休默这些人 以及从休默这个传统出来的 像哈耶克这些人 是吧 他们甚至 他们往往认为 正是这个理性主义者 倾向于搞一种浪漫的乌托邦 是吧 倾向于搞一种那种 那种扩张 是吧 那种对人的智力的一种过分的崇尚 是吧 那么他们就 他们的一种非理性呢 就是所谓的经验非理性 而这种经验非理性 实际上是比笛卡尔的那种理性主义 距离情感就更远 是吧 也就是说如果说理性主义 假定我们说 它是浪漫主义的对立面的话 那么这种所谓非理性的经验主义 就比理性主义更不浪漫 更背离所谓的情感 因此现在 人们通常讲的这个 对理性过分扩张的反抗 也就走向了两个极端 第一 人们说 那体现了那个新教伦理中的 所谓清教传统 就是一种所谓的音信称义的传统 派生出来的一种 一种清教精神 是吧 表现为禁欲 表现为那种强烈的信仰 是吧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 它的另一支 是吧 就是从苏格兰人那里 一直传到现在的 那个奥地利学派 是吧 就是像海耀科那些人代表的 是吧 那是一种非常极端的怀疑精神 所谓怀疑不是对神的怀疑了 是对人的理性自身的怀疑 是吧 就是认为人不要响入非非 是吧 不要那个那个 自以为能够建构出一种 实传实美的东西 那个东西是没有的 而且追求这个东西 会造成极大的灾难 是吧 那么 这个近代化过程的 人文和理性啊 可以说都出现了双重变异 对人文的理解和对理性的理解 都可以变得在两个极端的方向上 变得极其不同 是吧 那么这样一来啊 就使得人们感到了很大的困惑 当然了 这个所谓感到很大的困惑 实际上绝不仅仅是思想死意上的困惑 是吧 它其实也包含了在近代化过程中 发展的各种社会矛盾在内 是吧 那么我们讲的是思想死 不是社会死嘛 是吧 所以我们这些东西 是吧 包括那个从中世纪的晚期 到资本主义兴起 是吧 那个包括 尤其是原始积累阶段 和这个 这个这个 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阶段 是吧 造成的社会冲突 这个我们就 不讲了 但是应该说 这种所谓的 理性和人文的冲突啊 实际上是当时社会冲突在观念形态上的一种反应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在走出走出中世纪的这个过程中啊 人们越来越感到了两种现象 一个是人们感到不像中世纪那么愚昧了 是吧 人们越来越聪明了 是吧 也就越来越理性化了 是吧 人们会算计了 是吧 人们学会那种 大家知道所谓的理性精神 反映在经济上 就是所谓的经纪人了 是吧 从那个中世纪晚期出现的服饰部计 就是人们会算账了 以前的人们都是不太会算账的 是吧 然后到了后来的 是吧 那种那种经济理性在现代企业管理中 获得了高度的发展 是吧 它的极端表现就是 大家不知道 看过一部卓别林的电影没有 叫做摩登时代 是吧 这部摩登时代是最极端的反映了 那个大工业的理性 对所谓人性的摧残 是吧 那意思就是说 大概说是大工业的产物 是吧 包括福特制啊 泰勒制啊 是吧 这些东西都已经把人变成了 那个在流水线旁 从事机械动作的那样一种 那样一种像木偶一样的 一样的人 是吧 这个卓别林曾经用很夸张的 艺术手法 把在那个流水线旁工作的 那些人的那种状态做了很夸张的一种 一种描写 也是表现了很强的那种愤怒了 是吧 那么 人们认为啊 这个 这个 走出中世纪以后的人们啊 不像中世纪时代的那些人 那么 摆脱了愚昧 是吧 但是这个 理性化也越来越走向了反面 是吧 反而把这个人给越来越 虽然不愚昧了 但是好像比愚昧那个时代还不如 是吧 变成了指挥凝罗斯的那样一个 那那样一种人 是吧 那么另外一方面 这个 走出中世纪的另一个动力 就是所谓的正义了 是吧 就是中世纪的专制 是吧 中世纪的那种 不公平 是吧 那么 人们呼吁一个正义的王国 是吧 那么这个正义的王国是 是 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的 是吧 而且这也是使人们在 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中 干预那种 那种负当倒火 是吧 义无反顾的一种强大的动力 是吧 但是这个 人们终于得到了自由 是吧 摆脱了锁链 是吧 可以自由竞争 但是在自由竞争的过程中呢 很多人 是吧 至少相当一部分人又觉得 这种冷酷的竞争本身 就变得好像是对 对人们感情的一种嘲弄 对人们良知的一种折磨 是吧 也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 所谓 所谓资本主义竞争的残酷性 什么等等 是吧 什么羊吃人 什么 诸如此类 是吧 是吧 这些东西 大家相信是 是是是 是知道不少 是吧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人们又觉得 就是这个 所谓的 在中世纪 我们要寻找的自由 但是这个自由呢 这个自由又发生了异化 使人们自由得 失去了自由 是吧 所谓自由得一无所有 是吧 马克思曾经讲过 这个自由有两种含义 一种含义是中世纪 你作为一个共同体成员 你是受到属负的 很多机会 你是没有的 你是在受属负 这个意义上 你是不自由的 是吧 但是另外一方面 中世纪 它给某个人 每个人 以一种确定的地位 大家注意 这种确定的地位 不见得就是所谓的平等 是吧 但是这个地位是确定的 讲得简单 用鲁信的话来讲 就是起码你可以坐稳了奴才 是吧 鲁信不是说有坐稳了奴才 和坐不稳奴才的区别 是吧 但是到了近代 人们反而失去了保护 是吧 这个所谓摆脱了属负的自由 和失去了保护的自由 是同时存在的 是吧 那个失去了保护的自由 就会使人 就是觉得孤独 觉得那个 没有依靠 是吧 觉得没有安全感 是吧 那么 这就会刺激起人们的一种 一种心理状态了 这就是后来弗洛姆 在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 心理基础的时候 有一本书 是吧 这弗洛姆的著作 他的这个书名 就是反映了这种状态 叫做逃避自由 是吧 这个自由变成是 人们需要逃避的东西 那么有人形象的说 这是 这是让人自愿当奴隶 是吧 这个 他们认为 就是这种 这种自由雇佣制度 是在行事自由的条件下 使人们受到 什么资本的奴役 什么等等 是吧 那么于是人们 好像是自愿的当了奴隶 而且如果按照马克思的有些描述 这个自愿当奴隶 似乎连农奴都不如 是吧 马克思曾经讲过 他说 中世纪的农奴是有保障的 但是今天的无产者是没有保障的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农奴是和农奴组之间有那种 世世代代的一副关系的 这个农奴组不可能解雇农奴 但是这个无产者的地位就不那么可靠 当然这种站在社会批判立场上讲的这个话 恐怕是不能还原于经济 不能还原于人们的经济经验感受了 老师说现在的西方国家的任何一个工人 你说他是不是愿意回到农奴制状态去 大概没有一个人愿意 尽管农奴制状态可能有某种保障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当时的那种 人们走出中世纪 所要追求的两种东西 一种就是理性 一种就是人道 是吧 这个理性就是认为人们应该变得更聪明 是吧 人道就是认为这个社会应该变得更正义 是吧 但是在走向这个 走出中世纪和实现现现代化的过程 实现近代化的过程中 人们好像觉得 至少是在当时最具有社会批判性的 那些知识界人士中 好像觉得这两者都没有实现 而且觉得这两种追求好像都走向了他的反面 是吧 本来你是追求人变得更聪明的 是吧 结果你设计了一套东西 反而把人变成一个在生产线旁边只知道拧螺丝的人了 是吧 他们就开始怀念说 你看中世纪的工匠多么聪明 是吧 他们可以掌握很复杂的工序 做出一个完整的产品 可是现在我们的工人已经变成了 你只知道您这个螺丝 我只知道接这根电线 是吧 在一个生产线上 做一个很单调的工作 而一离开了这个生产线 你好像就什么都不知道 是吧 就处在这样一种状态 是吧 那么这个自由也是一样 很多人认为就是我们走出中世纪应该是更自由 是吧 可是现在好像变得 就是这个这个所谓的自愿当奴隶 是吧 以至于人们好像要逃避自由 那么所有这些东西 就归结为一个概念 是吧 就归结为一个所谓理性和人文的冲突 或者说理性和人文的双重异化 就是理性本身变得好像越来越不理性 是吧 理性的极端发展 反而好像他变得不理性了 是吧 那么人文的精神的发展也是这样 是吧 人文精神的发展好像他也变得越来越 不不人道了 是吧 那么早在启蒙运动时期啊 这种近代化的悖论就已经有了很突出的那个体现 是吧 其中就表现为福尔泰的理性法庭和卢梭的道德法庭 或者说是情感法庭的一种强烈的那种对立 以至于后来到了福尔泰和卢梭都绝交了的程度 而且后来大家都知道 在后来的欧洲的冲突中 的确是像法国大革命啊 亚国兵派啊 他们都是以卢梭的信徒自居 是吧 而实际上他们是在很大程度上是 是埋葬了这个所谓的理性法庭 是吧 造成了一种歇斯底里的这样一种状态 但是在这样的一些过程中啊 一方面很多人啊 就重新回归到非理性的角度来弘扬 所谓的人文精神 是吧 就是越来越认为就是这个人文精神 应该是非理性的 那像卢梭晚期就有这种特征啊 他认为科学和那个什么都成了 都成了不好的东西 是吧 都会带来灾难 是吧 走向那种所谓的反制主义啊 民粹主义啊 这样的东西 另外一方面的这些人呢 他们认为这个冷静的理性 应该是捐持价值中立的 是吧 就是应该对一切那种所谓的 冷酷无情的东西 都应该接受 是吧 因为这是理性的安排 是吧 你是不能用浪漫的那种想法来 来 来 来去 来去替代的 是吧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 始终也有很多人 试图 还是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是吧 他们一直试图 建立一种新的理想模式 使人们能够实现一种 能够实现一种 比现存秩序 更为正义 更为合乎人道 更值得追求 或者说是更具有 理想主义精神的东西 而这种东西 又是可以用 最严格的科学理性 来认证的 是吧 而不仅仅是一种浪漫的幻想 又不仅仅是一种 那种 超越的 超越的信仰 是吧 而是一种 具有所谓的 科学和 人道 双重魅力的东西 是吧 实际上啊 我们现在 称之为的 最早的几个 所谓空想社会主义者 像那个 像我刚才讲 谈到的 明才尔 是吧 那个塔伯尔派的 那些 那些 那些宗教家 是吧 像摩尔 像那个 康帕内拉 是吧 他们当时是并没有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愿望 他们只是 他们只是很朦胧的 想构思一种 一种 一种所谓道德上的完美状态 但是到了 19世纪的这些空想 社会主义者中 包括像圣西门 像欧文这样的人 尤其是欧文 是吧 他实际上是非常想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结合在一起的 是吧 这些人呢 在有一点上是已经和和那个和那个托马斯摩尔这些人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他们是相信历史进步的 是吧 和卢梭这些人也有很大的不同 像卢梭就像我前面讲到过的一样 那个 至少在福尔泰看来 他已经对所谓的进步产生了很深的怀疑 认为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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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一种很强烈的人心不古 四风日下的那种 那种感觉 但是 像欧文这些人呢 他们是相信 既相信理性 也相信人文的 他们认为这个理性会把人们带到一个 在道德上也更可遇的 是吧 而且在科学上又非常可行的 这样一种境界中 我们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